歌手林俊傑 iPad 編曲找靈感 總是跟金曲歌王擦肩而過的林俊傑 今年金曲獎題名更是全落空 不過除了愛唱歌 愛創作 本身更是個不折不扣的3C狂熱分子 作用一坨拉固的3C潮商品 以最夯的智慧手機來說 三大作業系統全到期 包括蘋果 HTC的Google phone 還有黑莓機它都有 除了打電話之外 其實有太多的功能 就是 拍照我也蠻注重的 所以我也會去研究說 不同拍照的效果 我也會 我自己會找時間去review 你知道嗎 就是比如說iPhone 4S 跟那個HTC One 哇 拍照的那個 好很不好 不僅擁有五支手機還玩不夠 兩岸3D宣傳唱片搭飛機途中 更愛用New iPad 畫畫 或是玩編曲軟體 聽你一道跟著飆 神秘定格的微笑 鏡頭 秒一秒 打開發成主角 哦 他的玩物更不只有New iPad 他也愛玩PS Vita 掌機賽車遊戲 我還算是一個比較 比較Hardcore的電動玩家 因為比較不喜歡那種 太多小遊戲 你比較喜歡玩 比較射擊的 或是賽車的 身為音樂創作人 聽歌就如同生活必需品 他不愛用這位手機聽音樂 反而足中用iPad Touch聽歌 而且偏好搭配重低音效果 十足的耳機 你會聽自己的專輯嗎 不會啊 因為我要檢查 要檢查自己做的 哪一個更好 因為我會不斷地去 去聽 然後去找一些記憶 然後去 compare 除了音樂外 他也專精於攝影 而且對於購買相機 也很有自己的見解 彈影相機對我來說 有點大 厚重 然後我就是特別會去挑 比如說類彈眼 玩3C已經是林俊傑 空閒時最主要娛樂活動 不過最近開始籌備 年底發行的新專輯 記得稍微冷凍一下 這一箱框的3C商品 可別瓜分創作的經歷喔 東新聞樣樣都是頂級後報導